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来帮你介绍这个C++的Z这个指针 OK,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指针怎么应用在这个双向的组合关系的建立 也就是应用Z指针来建立双向的组合关系 首先呢,我们对这个指针的英文是叫做Point 那么这是在C++里头呢,会称这个Z指为Point 但是在Java里头呢,我们就称为叫做Reference 在Java呢,我们就称为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参考,我们一般换义成叫参考,就叫指针 OK,那么这个参考跟指针有点微妙的关系 那这个参考呢,它的意义呢,比较偏向北名 北名 那这个Point呢,我们就会用这样来表示 就是,如果今天一个这个对象叫做X 那里头有它的值咯,它的属性值 好,那么这个X呢 那如果我们说P 这个,如果这个GIS 我们看了GIS 好了,如果认为GIS是一个指针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这个X呢,里头有一个属性 叫做A1 有一个属性叫A2 好了 那么我们就会写这个GIS呢 箭头 因为它是指针 然后呢 A1 所以呢,因为 这个GIS是指向 它是指针 所以指向这个对象 所以呢 这个箭头呢 就是GIS走指向的这个对象 也就是这个就是等于X A1 这个整个叫做等于X点A1 就是X这个对象里头的A1 因为 这个部分GIS是箭头手指的就是这个对象 OK 好 那么如果认为GIS是别名 就表示呢 这个GIS呢 相当于 这个X X 因为这个X是这个对象的名字 那么GIS呢 也就是等于这个对象的名字 所以呢 就直接写GIS点A1 这样子 所以呢 在这个GIS里头呢 认为GIS是一个Reference 它是这个对象的一个别名 好 那么 就可以用GIS点A1 GIS点A1 OK 那这个别名的概念 在背后呢 有时候 有些语言是用Point来实现的 只是语言的表达上面 把它表达成这个别名 好 所以呢 尤其在加瓦 所以实际上背后呢 是基于这个Point 但是实现成这个 就是在应用上 会认为它是一个Reference 没关系 所以呢 就像这个 在西加加里头呢 跟加瓦是一样的 都会在自己的 这个对象里头 会有一个小变量 然后把对方的这一个位置放进来 让它Reference到它 这个整个的结构 是一样的 好 只是呢 这一个加瓦认为GIS呢 它是一个Reference 所以呢 就直接写成GIS 点A1 在这个西加加呢 它是GIS 是一个Point 所以要写成GIS 这个箭头 A1 只插在这个地方 但是 背后呢 其实 它的机制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 在这一个加瓦 就是 把这一个Reference 看成是Point 也是OK的 但是在西加加呢 这个Reference呢 跟Point 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 那也就是说 它有它的北铭 北铭的写法 只能这样做 那 在西加加还有一个Point 但是在加瓦 全部都是以Reference 以北铭的方式 来表达就可以了 OK 那不管背后 是用Point的方式去实现 再加瓦呢 全部用北铭的方式 来表达 但是在西加加呢 那北铭 跟这个Point 是有所区别的 是有所区别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所以呢 除了刚刚的单方向 这个组合就是 BOOK 含有author 还可以善用历史的指标 来建立双向的关系 比如说某人结婚了 那么他就有他的配偶 那如果还没有结婚 他就还没有配偶 所以呢 如果说 这边有Point X对象 有Point到Y 那如果这一个 代表的是Spouse 如果这一个是Spouse 而且他是参考到对方 那如果这一条没有 那么表示呢 他还没有结婚 对不对 那这一条也没有 就表示双方 还没有结婚 那如果有结婚了 这一边会指向他 这边会指向他 OK 好 那我们 那就想 利用这样来 用历史的 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做法 OK 所以首先呢 在XY结婚之后 双方互相 对方的配偶 因此呢 这个 这边有一个Spouse 这个 这个指针的参考变量 这边也有一个 所以他指向他 他会指向他 OK 因此呢 我们就会定义一个Person 这个Person呢 Sortable就是 他是可以 被排序的 但是你这边就不理他了 所以他会定义一个Person 那么Person呢 有一个叫P-Spouse 定义一个 就是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P-Spouse 这个也是P-Spouse 所以定义一个 这个变量 就指针 定义一个指针 在这里 那上加碗 就等于定义一个参考 一个参考在这里 OK 也是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他内容所放的 都是他的位置 内容所放的 都是他的位置 OK 好 这样子 那他的Size 都是放一个位置的 这个大小 一般是Long Integer OK 那他就用来指向 一个Person 用来指向一个Person 好 那一开始 这个Person 这是Person的建构式 构造式 在一开始出奇的时候 在建构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假设他是没有Pale 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一个No object 的这个 这个符雷姐 就是他的位置 也就是他的参考 OK 把他的位置 把他放进来Pistabose里头 所以呢 这表示他还没有结婚 表示他还没有结婚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Main Program 首先呢 这个Person X 创建了一个X的对象 创建一个X的对象 在这里 创建一个X 这个对象呢 X在这里好了 这是创建一个对象 叫做X 这是X OK 然后呢 里头有几项属性 其中有一项 这一项呢 叫做Pistabose Pistabose OK 然后再创建一个Y 这个对象 那这是Y 然后呢 里头有一个 一个Pistabose的 一个属性 OK 好 那么接下来 X点Pistabose Y 我们来看一下 这做些什么 所以呢 X Spouse 表示呢 啊 叫去执行 就叫X呢 啊 就是把Spouse 这个Message 送给X 所以呢 就去执行 啊 这一个函数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的目前对象 就是X 啊 所以呢 就去调用这个 Spouse 哦 啊 去调用这里 因为他去扣他 但是目前的对象 Current object 目前对象是X 所以呢 他就 啊 把这个Y Y Y是 啊 Y是这个 这个对象 啊 Y是这个对象 啊 的名字 然后呢 Y把它传过来 在C++呢 这一个蝴蝶姐 表示呢 这个 Sp是一个参考 表示Sp是参考 啊 他不是指标 不是指针 参考的意思就是别名 就是对面 啊 就是别名 那么 所以 Sp 就等于 Y啊 所以呢 这个 Sp 就是 Y的别名 啊 就是Y的别名 OK Sp就是Y的别名 所以 这里的 Sp呢 就是等于 Y 那 Y的 这个符号叫AddressOf 所以 这就 Sp Sp 就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位置 就是这个 伏对姐 这里 把这个对象的位置给Spouse 那 表示Spouse 就指向 这个Y 那 目前 的对象 就是这一颗 所以呢 这个等于 This 箭头 箭头 等于 Z 箭头 Spouse 就是 现在 这个Z 呢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对象就是X 所以在扣过来的时候 这里头的Z 就是指向 这个对象 X 所以 Z P 的P Spouse 就指这个 然后 这个 Sp 就是Y 所以把这个 Sp 的 这个对象的位置 就是 AdressOf 的位置呢 他 给P Spouse 所以把这个的位置给他 因此呢 他就指向他 OK 就这样子 好,再来 Sp 点 Sp就是这个 这个对象 的点 P Spouse 就是指这一颗 指这一个变量 就把This 给 这里 那 Z 就是指向 Current object 指向这一颗 把This 的 This 就是这一颗的 指标 把This 的指标给他 所以他就指向他 指向这一颗 因此呢 这里就构成了双向的一种 组合关系 就是他指向他 他指向他 因此呢 就实现了 这样的一个结构 实现了 这样的双向 互相沟通的结构 OK 就这样子的 好 那就帮你解释到这里 就是让你了解 这一段 的这个意义 好 那 我再说明一遍 首先 这一个 产生一个对象 叫做X 首先 产生一个对象 叫做X 然后再产生一个对象叫Y 好 接下来呢 就是X 点 Spouse 表示呢 这一个 要去执行 这一个Spouse 这个函数 在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不够 那么现在是针对X 所以 Current object 是X 所以 Z始 指向X 好 再来 把Y 传递过来 因为这里头是用 扶累解 所以 代表的是别名 因此 Xp 就等于Y 都是这个对象的名字 好 接下来 这个P-Spouse 呢 等于Z始 箭头P-Spouse 就是指这里头的P-Spouse 就Z始所指的这个对象 里头的P-Spouse 就这个 然后把这一个的位置 就是Address of 把这个位置给他 他就指向他 接着把Z始 Z始就指向他 就他的指针 把这个指针 也就是这个这一颗的位置 给他 因此他就指向他 这 Xp 就指这一个 所以Xp的P-Spouse 就指这个 那这个呢 就Point到他 因此就建立了 双向的一个 互相 reference的 互相指向 的这个结构 所以对象 X跟Y结婚后 互为对方的配偶 所以 X.P-Spouse 指向Y X的P-Spouse 指向Y Y的P-Spouse 指向X OK 这样子建构出 这样的一个关系了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C++ 现在我们要来看C 那这个部分呢 C并不是标准的C 而是呢 我高老师所创造的 这个轻量级的OOPC 就是面向对象的C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又写了一本专书 专门在介绍 这OOPC 那这个目前OOPC呢 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软件 那么是公开的 那目前由华为公司 已经推展到这个第二版 甚至第三版了 所以有空 有兴趣呢 你可以到SourceSage 去下载 你只要网路上查询 LW 这OOPC 就可以找到 这个可以下载 下载来之后 你的C 就会有面向对象的功能咯 那我现在来说明一下 OOPC呢 怎么建立对象之间的 单向或双向的组合 那我们现在 就用B灯 跟它的控制器 之间的组合关系 那这一个 有一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 史文森是一个对象 那么这里头 会有一个指针 指向它所控制的 这一个灯的对象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有两个类 要来定义 有两个类 所以我们就用 OOPC 来 先来定义 Lite这个类 那因为用C呢 C++ 就也会有一个定义档 叫到 头档 头文件 点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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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在点H里头 要来定义 这个 Lite 灯的class 所以就写一个class Lite 就定义出一个 这个Lite的类别 然后呢 里头有两个函数 里头有两个函数 那这是因为受限于C C的这个 因为这个class的背后 是C的Struct 我是用C的Struct去实现这个class的 那Struct呢 它受限里呢 它里头不能放函数 所以只能放函数的指针 这是叫做函数的指针 也就是说 这个Turn off 函数的指针 它是一个指针 它可以指向一个像方形1 这样的一个函数 ok 所以呢 这个函数的指针的宣告 就是这样宣告法 所以呢 我这里 这一个 OOPC 在宣告函数的时候 是以函数的指针的方式去宣告的 那它这C的 一个标准的宣告法 就是Turn off 然后星号 表示这是指针 然后呢 是指向一个函数 这是括号是函数 的一个指针 好 定义好这个类之后呢 那么我们它就来把它设定它的函数 设定函数 所以呢 这个 这个Turn on 这个Turn on 就是指这个Turn on 这个Turn off 就指这个 那我上次有提到过 如果 现在 在我的OOPC呢 可以把这个名称换掉 可以这边叫Turn on 1 Turn off X 好了 X 所以这个名字 跟这边的名字可以不一样 但是在加瓦跟C++ 这两个名字都必须一样 所以大家比较不习惯 但是我这边呢 可以Turn on 然后 接到Turn on X Turn off X 那这个叫做函数的本名 这叫函数的别名 所以这里放了函数的别名 所以放函数的本名 是这样子的 那你可以把它弄成一样 也没关系 OK 那这样子 就是在这里定义的属性 好 那这两个属性呢 它是属于函数 就指到函数 所以就指到这两个函数 OK 那这就是Light 的类 就这样定义好了 那这是一个构造式 这就是构造式 它会 这个构造式呢 在Compiler Interpret解释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 叫做Light New 这样的一个 函数 有没有 这样一个函数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在 这一个main function里头 在main function里头 这样呢 就可以 去调用 这一个 New的这个构造式 我看一下New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你看 这就是 我那个Maker 就是这一个所产出的 这一个 就是由这个 CTRL Light 那么在幕后 它会产出一个 会定义出一个 这个函数 叫做LightNew 那这LightNew呢 就是负责呢 把创建 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LightNew呢 等于是一个构造式 是一个构造式 那这个构造式呢 是由 CTRL 这个Maker 所产出的 OK 接着我们再来 定义Ctrl 那这个Ctrl里头呢 就会有一个 指针 这个指针呢 是指向Light 所以 产出一个对象 我们定义出一个对象 这对象呢 是 这个是CT RL 的这个对象 OK CTRL的对象 那么 它里头会有一个指针 叫做PL 那这PL呢 它会指向 它是一个指针 有一个星号 它是一个指针 指向Light 所以呢 它准备 指向 指向 这一个Light的 Object 准备指向Light的Object OK 准备指向它 所以 我们再来看 这个Main Function Main Program Main Program 第一个 就是调用 这个Ctrl New 这个构造式 所以就创建一个Ctrl的对象 创建一个Ctrl的对象 创建一个Ctrl的对象 那这一个 构造式呢 会传回来 的一个 Return的指是Void的 信号 所以呢 在这里转Type 把它转成Ctrl信号 因此呢 就可以把 等于是 这个就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 就指向了 这个Ctrl的 对象 所以这个指针呢 指向Ctrl的对象 所以呢 这是Main里头 有一个指针 叫CTRL 然后呢 它就指向了这一颗 指向这个对象 OK 然后它在 这个 这个阵构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 它就来 会去执行 执行它 会执行它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继续走下来了 好 继续走下来了 Ctrl Init 那这个时候就去执行 这一个 Ctrl 它现在目前 这个 Current object 就是这个 Ctrl 这个object 然后 就是CTRL所指向的 这个对象 叫它去执行 Init 叫它去执行 Init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 CTRL呢 因为这个会转成 对应进去 就变 Z 因为目前的 因为目前的 Current object 就是CTRL所指的 这个 这个 object 所以 Z是指向 Current object Ctrl 所指向的 那个也是 Current object 所以呢 这一个 这个 CTRL 就等于 Z OK 就是我们 会把 Z传过去 那现在是 CTRL 所指向 那个对象 就是我们真正的 Ctrl 的对象 那这个是指向 这个对象 那这个 CTRL 也是指向这个对象 为什么呢 你看 我们 这边是另一个 CTRL Ctrl 的对象 然后把这对象的指针 放到CTRL 所以CTRL 是指向这个对象 对不对 但是我们 存过去之后 这个Z 也必须指向这个对象 所以呢 其实Z就等于CTRL 所以我们就把CTRL 传过去 就等于是把Z传过去 这里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就等于把Z传过去 把Current object 的指针传过去 所以他这边接到的时候 就是这个 那所以这个就等于Z 就等于Z OK 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 这一个 我们在这里就是用 用C 来实现 这一个 Z10 所以就等于是Z10 PL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 Init的时候 就来创建一个对象 所以就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这对象之后呢 又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把它放在PL 那这个TL呢 因为T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就是Z10 是刚刚这边init传过来的 这边init的时候传过来的 那传过来的话 就是 CTRL 那传过来 就是这一个对象的指针 也就是目前这个对象的指针 那这对象指针呢 我们这里可以用Z10 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啦 Z10呢 就是对象的指针 所以呢 这边就可以改Z10了 如果这里 改成Z10 这边就用Z10 那Z10的所指的PL 那目前的 对象就是这一颗 所以就把Z10PL 就是这里的位置 所以就把这个的指标 指针放进来 它就指向它了 那因此呢 我们就实现了 我们刚刚的 这个目的 就是CTRL里头放了一个 叫PL 的这一个 小便量 就是它的指针 然后PL可以指向 它所控制的这个 这个对象 这样子 好 那么现在已经指向了 指向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要做什么动作呢 好 接下来做什么动作呢 好 注意看哦 这个CTRL 那CTRL 目前是指的是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就是等于 这个CTRL 所指向的 那个对象 就是这一颗 就是Ctrl 这一颗 然后 叫这个对象去执行Tune on 而且呢 这个把Zs传过去 把Zs传过去 把Zs传过去 所以呢 这里就是 叫Tune on 就执行到这里 然后呢 把Zs传过来 所以T就等于Zs 所以呢 又是 这个 叫T 就是Zs的PL Zs的PL 就是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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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Zs的PL Zs Zs箭头 就指这一颗 因为目前的Zs呢 是指向它 因为Zs等于它 所以Zs也指向它 好 那Zs的箭头 就是这个 Zs的箭头 就是指这一颗 好 再来 Zs的PL 是不是指向它 所以Zs的箭头 ZsPL的箭头 这样 就等于这一颗 就是这一颗 所以 Zs的箭头 就是指这一颗 所以Zs的箭头 就是指这一颗 啊 啊 这一颗 然后呢 Zs的箭头 的PL 就是指这一颗 里头的 这个PL 好 再来 这一颗里头的PL 的箭头 就是指这一颗 因为它要指向它 所以就是这一颗 所以叫这一颗呢 去执行tun on 去执行tun on 啊 然后就把这一颗的指针 再传过去 当成对方的Zs 所以这个时候 啊 这一颗的Zs呢 也是指向它 所以呢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里指向它 这里指向它 所以就把 t的PL 这个指传过去 对方就当成Zs了 所以呢 就跑到tun on 去了 就执行tun on 啊 那tun on里头呢 啊 就 啊 啊 tun on里头呢 目前是空的 啊 所以这里头 你可以再写上 这一个 这里应该要加上 啊 加上这一个 啊 一个light 啊 这一个 这个 星号 然后Zs 但是因为在这里没用到 所以呢 这里就可以不传过来了 所以不传过来 这一边就可以不传过来了 所以我这个代码呢 有一点错误 所以这里头应该就不要了 这里头也不要 那这样子就没错了 就直接调用 它就不用传过去了 因为它刚刚这里没参数 好 这里没参数 ok 但是这个tun on 这一边是有参数的 哦 sorry 啊 对不起 这里 啊 这一个 这个 是 ctrl 是调用到tun on 的ctrl 所以这里是调用到 这一个的tun on 是调用到这里的tun on 对 啊 调到这里tun on 没错 那这里的话 啊 tun on这里就要删除掉了 因为这里是指 这一个的tun on 啊 是指这个light的tun on ok 所以这light的tun on呢 在这里是 没有参数的 没有参数的 所以 这里要删掉 这里要删掉 这样是对的 ok 把这里删掉就可以了 这里删掉 ok 因为这是指light的tun on ok 好 好 那我们就帮你解释到这里咯 ok 好 那这个 lopc呢 啊 这个 啊 让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 啊 有机会 我会再帮你好好的解释 这个 lwopc 那这部分呢 因为是我独创的 啊 所以我会熟悉的 那希望有机会 我再帮你 啊 讲解 啊 这一个深入的讲解 这个 oopc ok 好 啊 最后呢 那么也 啊 啊 这一个有空呢 可以欣赏一下 我啊 这一个高老师呢 啊 在这一个 啊 2013年的 啊 清华大学国际设计管理 大会呢 啊 啊 这我发表了一个投革特立K批判论文 那叫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敏捷过程创新 这个模式 那 获得了 这个大会的 啊 录用跟发表 那么 还有 这个高老师完成了100小时的online课程呢 那么 有空呢 欢迎你来 这个联络联络 那么你要有论文呢 需要索取的论文呢 可以送email给我 ok 好 那我们就 讲到这里咯 谢谢